大家好,现在来看一下我是如何用Sketchup来制作一个拖鞋,木制的拖鞋 这个也叫木机,日本叫木机,就是一个木拖鞋 这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个模型 那接下来我将一步一步示范怎样来制作这样的3D模型 那新建一个项目 第一步用矩形工具 下面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就是鞋子的长号宽 我设计的这个鞋子的长号宽是280毫米的100毫米 画出来之后双击建一个组 然后拉伸 我用的板子是20毫米厚的板子 那现在来做几个倒角 这后面这里做一个圆弧 那这边倒角过去的距离是40毫米 这边也40毫米 拉两条40毫米的参考线 用这个圆弧工具 从这里这点到这点 建立一个相切的圆 这边也是一样的建立一个相切的圆 然后把这两边拉伸去掉 那这个是脚后跟的地方做好了 脚后跟这里做好之后 那顺便就从这下面 做后跟的部分 后跟的部分这边是 就是过来是从最后面在边缘过来80毫米 那从这里画一条线过去 画一条直线 那这前面呢 这中间要挖掉一部分 然后这前面呢也要留一部分 所以这前面还有一个距离 过去是105毫米 画一条直线 还要偏移一条线过去 这里是前面脚掌着地的部分 这里48毫米 同样这里画 这前面这里要画一条线 那接下来呢就 把这个地方画一条弧线过去 但是这里画一条弧线过去 这里有个高度 那从这个地方呢 画一条线上去 10毫米的线 那接下来以这一点和这一点 之间来画一条曲线 用背质曲线工具 从这一点到这里 画一条线过来 拖过来 大致拖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线调整一下 拉一下 这里再往下一点 放大来 下一点点 这里再往上一点点 好 这个曲线就可以了 那这里就形成了一面 然后再把这个面向下拖拉到对面 那这里就做了一个空隙过来 这后面呢就是脚后跟 那这前面呢就是脚掌的部分 我让它画一条曲线过去 但这前面呢要留一个厚度 留一个7毫米的厚度 这个点 从这个交叉点这里画一条曲线到这个点这里来 要画一画到这个面上面 画好之后把它调整一下 拖动一下这个 弧度拖一下 这个弧度呢稍微抖一点点 因为在行走的时候 这下面这个空隙呢稍微大一点了 会方便向前提脚 向前走的时候 脚拇指脚尖的地方会往前凹 往前清洗 所以这个角度呢 主要是用于走路的时候 前脚掌向前清洗的 把它稍微调圆化 圆顺一点 放大一点点 OK就这样的一个弧形 然后把这个面 向下拉伸到最后去掉 那这样子呢 整个鞋底的形状 这个鞋后跟 这些的前脚掌的走路点 它们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那现在呢 要对前方这里 对前面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造型 形成一个圆的 形成一个弧形 那我们现在做这个 就做右脚 右脚 右脚呢 大拇指是在这边 小拇指在这边 所以这边一个弧要大一点 这个弧形要小一点 以这下面这条参考线为基准 拖一条参考线到上面 把这条参考线 往上移 复制一个参考线到上方 那上面呢 那上面呢 就以这两点 这两边的焦点 为基准来画一个 画一个圆弧的形状 那这边呢 这个圆弧呢 小一点 从这边再拖一条参考线过来 这里总共呢 是40 那到10的这个地方 一条参考线 从这里画一条圆弧过来 从这个焦点 到 这个焦点 然后这里再插入一个点 把这个弧 把它调整一下 这里拖一下 那这前方呢 这里再拖上去一点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稍微拖一点 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点 OK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边同样的 这边就以这个参考线 跟这边 这一点 画一条曲线 把它编辑一下 拖一下 拖动一下这些点 把这个弧线呢 上面来稍微平一点 然后这下面 抖一点 这中间再双击增加一条线 OK 大概调整这个形状 这就是右脚的形状 右脚的斜尖的形状 那现在来做之前面 把这前面这两块去掉 如果你直接用拉伸工具的话 它是无法拉伸的 最多拉到这里 这下面拉伸不了 所以要用到一个 另外一个插件 叫做一个开孔插件 那就要用到这一个开孔插件 VU和我这样的一个插件 那现在呢 双击进入到这里面 把这个面先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点边境里面有一个粘贴到原来的位置 那这里就多了一个面 接下来把这个面往上移 那等会儿呢 就以这个面为一个模型 来开这样的一个孔 那选择这个开孔工具 然后点这一个选择一个模型 就点这个模型 基准点 以这个端点为基准 那现在呢 它就收集了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它自动收集好了 那就在哪里开孔呢 把鞋面这里那选中这一个 要选中这个鞋面 那先退出选中它 再点一下这里 刚才它已经记录了这个模板的样子 所以就直接把它拖到 这个端点这里 然后点一下 再以这里为辅助线 拉过来 再点一下 这样的这个孔就开好了 那现在把这边上的这些线 删除 那这时候这里就切割好了 这个多余里面也把它删除 这边也是一样 双击复制 Ctrl C 然后点 粘贴到原来的位置 把它往上拉 你放到哪里都可以 然后用开孔工具 选择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点一下 退出来之后 再选中这个鞋面 再进入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点 放好之后 它冲合之后 点一下 然后拖一下这个辅助线 那这个孔就开好了 把这些删掉 把这些删掉 上面这个面呢 多余的也删掉 那现在这个鞋子的 鞋底的形状就做好了 那接下来做鞋面 鞋面上面呢 其实就是一块 一块 一块带子 那以这个条线为基准 这条线为基准 往后 画一个 画一条 75的宽度 的一个带子 那就从这个地方 为宽度 那画一条参考线 拖一条参考线到对面 那这边一条参考线 这里呢 以这个点为基准 因为要画两条弧线 这个弧线 它要有一定的斜度 所以要从这个地方呢 还要建一条 有斜度的辅助线 这里呢 以这里为点 然后 以拦轴方向 往这边 建一条 15度的 辅助线 那就建好了 这一条辅助线 15度的 那把它往 把它拖到对面 把这条辅助线 复制一份到对面 那接下来 以这两条辅助线为 基准来画一条弧 用这里的 两点圆弧工具 画 到这里 到这里为半径 然后以这个 这条线为 生成的方向 画一个70的高度的一个弧 把这个段数增加一下 增加成70 那这个弧就画好了 特论方法 选中这两条参考线 这条和刚才 建的这条鞋的参考线 这两条 选好之后 把它们复制一份到 前面这里 然后一样的 在这前面这里 来画一个圆弧 这一点 和这一点 以这一条圆弧为参考 画它的高度是30 把它的段数也改一下 那现在呢 就画了两条圆弧 现在以这两条圆弧 来生成曲面 选中这两条圆弧 然后用被子曲面工具 两条线生成面 点击一下 这时候发现 这个面呢 有扭曲感 那为什么呢 我们后退一下 因为 这个线画的时候 画弧线的时候 起点不一样 所以先把这个删掉 再画弧线 刚才是从这边到这边 现在从这边 到这边来画弧线 试一下 也是30的高度 把这个结束改一下 现在再选中这两条线 来点这个被子曲面 那现在就已经生成好了 生成好了之后 有没有发现这上面呢 有些弧是多余的 要把它删除 把这些弧线删掉 这里有一条弧线删掉 然后把这个曲面 再稍微拉伸一点点厚度 用这个曲面拉伸工具 然后推拉 然后推拉 让它拉伸 厚一点点 厚 两毫米就可以了 那这个厚度就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再把 这里往下拉伸一点 因为这边上到时候 要上几颗螺丝 所以也用 连着一个使量 往这个使量方向 往歪轴方向拉伸 往下拉伸 拉伸15毫米 到这里 那另外一边也一样 现在呢 整个模型就建好了 那现在 给这个材质上点颜色 选木头的颜色 随便点个 这个是鞋底 然后这上面呢 选一个皮革的颜色 Laser 这个 选 这个Blue的 那这样呢 这个拖鞋的模型 就3D建好了 这里还要上三颗螺丝 那这个时候我就用 直接在组件库里面 来找螺丝就可以了 Screw 找到合适的螺丝 这颗螺丝试一下 那找到这个螺丝 然后 把它调整一下方向 把这个螺丝旋转一下 以这个面为基准 旋转90度 选择移动工具 把这个螺丝移到这里 再往里面移一点 然后再往下移 往下移到这里 OK 然后以同样的方法 这里 移两颗另外一边 做三颗 这里放一颗 这里放一颗 这三颗螺丝放好之后 然后再把这三颗螺丝 进向到另外一面 这里 以这个终点 这里 进向一下 然后再把它拖出来一点 OK 那这样 这两边就各上了三颗螺丝 那到这里 这个木机 木拖鞋 的3D建模的过程 就建好了 接下来一步 我就用 CNC木工雕刻机 来加工 这个鞋面 然后再用上面 用皮革 用螺丝把它们 连接起来 做成这样的一个鞋子